众所周知赵丽颖是从农村出来的明星 赵丽颖外表呆萌可爱 在演技方面时事特别的负责任 很多场戏都坚持不用替身 自己上场 视野奠定了影宝成熟的演技 现在的他虽然演着与自己外表不配的戏 但是奇怪的是 赵丽颖总能很好地塑造好每一个角色 演员的最高境界 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吧 影宝有一个称号赵小道 有什么说什么 在偶像来了中 谢娜和影宝穿了一件相似的衣服 影宝便说 娜姐我们又撞山了 哈哈是那个直爽的影宝没错了 但因为他的个性质个性质 才是最真实的丽颖 虽然是农村出身的他 但是他凭借自己毅力和吃苦耐劳 不服输胆的性格 赵丽颖十年如一日做出自己的成就 即便他在拍戏受伤 坠马也丝毫没有流下过眼泪 就这样一位内心倔强 不服输 那女孩也曾为三个男生流过伤心的眼泪 第一位张瑞 她们因为拍还珠格认识的 早前 赵丽颖还无人知的时候赵丽颖因为没抢了回家的车票 缩性就是在剧组过年 当时张瑞看见赵丽颖一个小女孩孤零零的 自己也不忍心离去 于是自己也陪着赵丽颖一起在剧组过年 并且张瑞还为赵丽颖做了一顿年夜饭 即使过去这么多年了 每次赵丽颖提到这件事后都会流下感动的泪水 赵丽颖一直把张瑞当作自己心中最爱的那个人 第二位赵建飞 赵建飞 她是赵丽颖的弟弟 在赵建飞的婚礼上 赵丽颖感慨流泪 对弟弟赵建飞说 我常年不在家 请你照顾好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简单的一句话 看出了赵丽颖对弟弟和家人关心辈子 第三位乔仁良在他去世时 赵丽颖被网友说他不情 好友去世不发微博 一点都不伤心 也不难过 当在一次楚桥传宣传发布会中 记者提问到此事时 顿时赵丽颖的眼睛泛起了泪花 就在当时网友们才知道 不是他不难过 而是不愿意表现出来 粉丝们也看到坚强的外表 下有着一颗柔弱的心 其实表达悲伤情绪的方式千万种 不一定非要在微博上发声